还有就是交通意外事故事发生在捷安乡 捷安乡名义五街太长路口 21号晚间9点左右 发生了一起轿车失控制状的意外 造势车辆不但是撞坏了停在路旁的车辆 连电线杆都被撞歪了 而警方到场发现 女驾驶是九旗冲天 九车值竟然高达了0.99毫克 白色轿车无缘无故撞上停在路边的黑色车辆 不料造势车主不但没停车 还接着继续往前开 结果开不到几公尺 直接撞歪路边的电线杆 知道我出来就看到了 有看到那个驾驶吗 没有 没看到 这样整个全毁了 这要开轻轻轻轻轻轻 造势当下由于冲击力道太强大 黑色轿车又被推撞到前一辆车 导致路旁两辆车子受损 而造势的白色轿车安全气囊爆开 车头几乎全毁 警方获报赶到现场 造势女驾驶全身酒气冲天 酒测值竟然高达0.99毫克 一名年约28岁的江系女子驾驶自小客车 沿民意五街北瓦南方向行驶 插状停于路航自小客车后 致状电感 性位受伤 经查女子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 造势女驾驶向警方表示 原本自己一个人在家喝酒 喝完之后还想出门找朋友继续喝 没想到不生酒力才会失控自壮 警方将女驾驶带回警局初步征讯后 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地检署争败 记者综合报道